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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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靈全球的韓國女團 不會聘客日前來台灣開唱兩天性 眾多粉絲名人前去朝聖 然而卻被爆出名人透過關係 拿到公關票 更直至有人根本不知道 成員名字還在現場硬背 那一張粉們感到很無焉 今日一人RBAN在爆料 有演藝圈前輩夫妻花了五萬元買兩張黃牛票 在文內說到 在你們夫妻眼裡果然沒有什麼是用錢擺平不了的 我就不懂這樣的聲叫嚴叫 到底教會了孩子什麼 並超諷刺的Tag說 刷新三觀總是不讓人失望 微具有問號表示疑問 雖然阿Ben後續刪除了貼文 但他重新再PO出一則貼文 曬出了孩子們的泡湯罩 誰下有人願意花五萬 兩張Blade Pink 可票 帶孩子的圓夢 我選擇用泡湯券 帶著孩子一起泡湯 阿Ben 亦有所指的對象 也意外在網路上掀起熱議 阿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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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Ben